南投民间乡松柏岭 有不少的居民被台湾猕猴闯入了住家 窃取蔬果、喝水或是翻垃圾 而专家就表示 这可能是因为台湾猕猴和人类过于频繁接触 导致台湾猕猴的习性改变 民宅后头闯进了两三只台湾猕猴 他们跳到水槽边喝水 伸手相当灵活 甚至还动手翻垃圾袋 即使狗狗大声吠叫 猕猴也完全不为所动 不仅如此 这些猕猴的行径越来越大胆 甚至闯进民宅偷东西吃 当地居民原本摆摊 要卖自己种的蔬果或地瓜 却经常大啦啦被猕猴抢走 实在很头痛 南投民间乡的松柏岭因为临近山区大批猕猴聚集在侧 不过猴子的地狱观念相当强 加上长期和人们互动已经习惯了人类的喂食不仅不怕人 生活圈也渐渐往人群聚集的村庄移动 不仅经常进到屋里 甚至还伤人 专家表示 除了人类影响 漆地环境改变也是主因 是属于孤猴 就是年龄比较成熟之后 离开原来猴群的宫猴 民众气得牙痒痒的 只是猕猴是保育类动物 如果补捉或伤害 科除六个月以上 五年以下的有期徒刑 居民只能够消极驱赶 大呼吃不消 希望政府可以想办法 寻求解决之道 季恶林健身 南投报道